知识郎已经活不久了 这是 发封病 小心 离他远点 放心 这病不会传染 知识郎的皮囊和五脏六腑一直在慢慢腐烂 这世上 也没有能根治的方法 但有一种办法能抑制发病 放缓腐乱速度 那就是莫族长的药方 你可以把知识郎交给朝廷 这样莫家就能得到朝廷支持 一句统合五家 向尽荣华富贵 七年前 你驻知识郎去天主 也多亏了你的药方 知识郎才能活着回来 是时候毁谤你了 我要是不教人呢 莫家必亡 五大家族原本只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民 我们活在诸国争斗的夹缝里 注定了生死不在自己手中 既然他们有意毁灭这里 我便是交出知识郎 他们也能找到别的借口 到头来 我教不教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知识郎到了长安就能改变一切 可惜 不是在你这一带 你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只怕你活不到长安 就算肉身死了 知识郎还是可以到长安 知识郎不在乎能不能亲眼看到结果 知识郎只看中一件事 当下中的阴 你一个人到不了长安 我会为你安排最好的守护者 我的女儿阿玉亚 也会随你而去 或许有一天 当你点燃了世间的圣火 她会回到这里 让我们的家族再次延续下去 这亦是我中下的 大马 大马 果然算不清楚的人情 才最有名 子齐 咱们得回个头了 不管丫头是生是死 我都得把她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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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得回来的